上個星期五 朱大在節目當中 為我們分析了這個 行南市長林志堅 小智 他一連串的網美操作 我們開始節目的 到處去翻他的照片 發現真的是 而且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看到 我還以為這是什麼 什麼新竹市政府啊 什麼的什麼的 F4 這是殯儀館 聽說這是殯儀館是不是 納古塔 納古塔 拍成這樣耶 你知道 我們隨便挑這一張 那 你看 連燦哥都說話了 鄭文燦說從燦姦到小智 他說林志堅和其他做半年 就想選其他職務人 完全不一樣 從燦哥市長到小智市長 沒有違和感 是可以無縫接軌的 而且你知道嗎 小智現在人氣多高 他的相關的看板 已經都掛出來了 就是他們台灣黨內的這一些 候選人 市議員候選人 都紛紛開始掛看板了 所以看得出來 反正這就是他的路線 他要走的就是 就是網美的選法 所以回過頭來 我只想直接先問朱大 這一招其實他最強 他最厲害了 張善政怎麼辦呢 所以他現在唯一能攻的 唯一能做錯的區隔 是不是就是他的專業 比如說他這次 針對能源政策的部分 他有提出了一些批評和看法 這個部分可以區隔得了嗎 也就是說他可以用他的專業能力 一區隔然後走出自己的路 桃園人買單嗎 我覺得先要講 桃園人其實這幾年的組成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不再是以前什麼每次到那邊必談客家鄉親 必談中親會 那所以現在年輕人真的變多 而且這有很多年輕人是見過世面的年輕人 他們是從台北因為價格太貴 我不要說人家逃出來 他們從台北 可以遷徙到桃園去 因為上班啊 勉強一個小時的通勤 然後勉強可以接受 希望有比較好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們是從北部來的 台北 雙北 這個過來到這裡 那這件事情我還是要講一個東西 就是林志堅的構圖真的很厲害 你看到沒有 比較高的人一定站在後面 然後會站在前面的人一定比較矮 但你看不出來 那所以他的整體行銷絕對是好的 因為我們上次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林志堅在任的時候 他底下各局處的Facebook都有 但是目的就是拱林志堅 就林志堅說個話全部紛紛轉貼 然後林志堅拍了一張美照紛紛轉貼 那整個關於林志堅的形象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是全國所有的首長裡面 你唯一在網路上找不到官方身高的 我不是開玩笑 你不要以為我每次都弄他身高 你只能找到一個推測175公分 可是沒有任何的官方身高 我跟你保證你去Google 我上次為了做這個無聊題目 我Google的10頁 結果我發現我不知道他身高多少 找不到 對 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人一個首長 連身高都可以長 靠這簡直國家機密你知道 就是你整體來看 我上一次差一點說 你有總夠佔值 我拿旁邊人的公開身高 然後來跟你做換算 但我坦白講 這個東西不是為了笑他 而是為了要請大家思考 如果今天桃園是一群新的 以年輕人為主的投票力量的話 林志堅的宣傳跟滲透管道 其實遠比張善政要來運用的 順手跟合理 他的Instagram 他的Facebook 他的政策穿透跟宣傳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張善政有什麼東西可以運作呢 也就是我們這樣講 張善政不要 我們可以笑林志堅網紅行銷 但張善政不行 因為你至少要從人家的 這個強項做學習 你在網紅行銷上 至少不要輸別人 你至少不要輸給林志堅 那如果你今天 在網路行銷 跟把你的邏輯溝通的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至少跟林志堅打平的話 那這場仗會非常非常兇險 因為林志堅有 鄭文燦的陸軍 別忘了林志堅是開創了一個 新的地方自治模式 我說鄭文燦 對不起 燦燦模式是要毛給一塊 就真的你跟他申請50萬 他說不用不用不用 100萬怎麼樣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整個地方方方面面的投人 都被收拾得很完整的時候 鄭文燦只有一個弱點 因為他的能力都在收拾投人 但是沒有收拾到一般人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里長跟你很好有個屁用 四大公投在整個桃園是翻盤的 也就是對於桃園的年輕人 或是當天願意投票的人而言 鄭文燦講的我不要聽 我覺得我這邊簡單的說一件事情 張善政如果聰明的話 四大公投的投票拿出來看一看 是你攻破林士堅 跟鄭文燦防線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投人政治在鄭文燦手中 玩到極限 可是當投票的時候被證明說 投人拿走了所有的好處 他都沒有下放啊 我是一般人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這個才是張善政的突破點 其他的東西現在講太遠了 請思考一下 如果那些年輕人真的相信科學 所以認為四大公投 不可以跟著民進黨投的時候 你能不能善用這些人的科學思考 跟依據打你的選戰 對 說到林志堅的打法 還有張善政的打法 董哥怎麼看 那我們說為什麼這會叫小智 因為小智的暱稱是不是施法小英 因為當時大家習慣叫蔡英文 叫小英 小英主席 聽說過去其實不是這樣叫他 在民黨內是叫他董事長是不是 民黨中央黨部 因為大家認為說反正就是一個總公司 好 那這個是在 蔡英文在520就任之後 出現了一個新的頭銜 認為說這個叫起來很親切 而且人畜無害 那我不知道這個小智是不是 就是這樣來的 而且現在跟寶可夢又有連結 是不是就很討好 小智是寶可夢的主人 那小英是很多人熟悉 一個卡通影片的故事 叫小英的故事 對 那很多人是有這樣的親切感 那我覺得說當然啦 因為民進黨 民進黨其實雖然不會做事 可是他有個專長 就是他很會跟人家搏感情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 母親節 蔡英文在撥弄他家的小狗 那黃偉澤在圍爐的時候 然後PO上網 除夕圍爐的時候 蔡英文可以來參一卡 對啊 所以要加香菜 對 那就很多人會進去討論 對 所以他們這一套是很厲害的 對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您之間顯然是要用這一套 所以我自己在新竹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要把這一套 把它搬到桃園 那桃園這個城市比較特殊 就是說它大概一半鄉下一半城市 那過去大家講了什麼閩克 或什麼那些其實早早就被打破了 它最主要就是有兩種人 是不太一樣 有的很傳統的 那有的很 有的又從雙北過來的 他比較有一些新的思潮 那這樣來講的話 林志堅的優勢就是 他想抓的是年輕的選票 那年輕選票 那張三正想抓的可能是比較科技的 他說我過去在這裡做12年的科技人嘛 所以他們裡面有一些會重疊 但是也有很多的不一樣 那張三正比較吃虧就是他年紀比較大 年紀大總是跟年輕人的一些用以後 什麼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那我覺得說林志堅 這次他是顯然有備而來 他一度是被鄭文燦把他秉圖在外的 因為鄭文燦公開講 我們這裡是沒有林志堅的 大概半年前是把他秉圖在外 那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候 我相信就是蔡英文把鄭文燦找去 然後找去以後騙大家說 我們在討論疫情 記不記得那一次 對 疫情也沒有找指揮官去 你在討論什麼疫情 就是找鄭文燦跟林志堅到他的官邸 然後要鄭文燦保證你既然最後找不到人 找了林志堅你要保證他會當選 那我覺得說對鄭文燦來講 如果林志堅是漏選的話 他大概跟行政院長大概就結緣了 那你如果能夠保證他把桃園吃下來的話 那這邊等於說你就有戰功嘛 那如果更好的話 新竹又被沈慧紅當選了 哇那一箭雙雕那你不得了 就是你就是接班人了 可以用來跟賴清德分庭抗禮了 就是這個態勢嘛 那我覺得鄭文燦 立委也當過了 桃園市長當然 然後接下來要組閣 組閣以後當然就會想選總統 這是每一個政治人物走到這一步 大概會往後面 往上面想嘛 所以變成說 每個人都負於他的責任就會很努力 那鄭文燦這幾年大概是 六都裡面擠在最多啊 因為他去討好很多人嘛 那討好這些人事情有沒有做 其實桃園的建設並不太多 我們很合理的來跟他看 過去在台灣那些東西 其實也就還維持在那裡嘛 什麼航空城啊什麼 所有那些東西都還在那裡 那如果你只把這些社團都安撫的話 當然表現上好像 好像很有力道 可是選舉不是這樣的 是 選舉不是這樣的 選舉是現在大家的自主性是很高的 那我看我有什麼建設 對不對 這些我們要看到這個城市的未來的話 在哪裡 這些其實在鄭文燦 這八年任內其實是看不太清楚的 所以鄭文燦 雖然說大家講他有強大的入金 我也不覺得啦 因為鄭文燦的選舉過去都是靠銀兩的啦 都是靠金錢的啦 那如果你這個東西 你現在有沒有辦法拿出來呢 如果拿不出來的話 對他來講是很傷啦 那這一次的選舉 其實 前台灣都在觀察台北市跟桃園嘛 任何一個政黨 只要拿下這兩個地方 都算他在921選舉打贏 那如果朱立倫打贏的話 他就取得總統的門票 那如果打輸的話 他黨主席就要下台 他就要去浮選別人 簡單講就是這樣 請大家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寡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